当地时间9月3日 由华社热心人士捐赠千剂科兴疫苗 联合菲律宾中国商会举办的爱兴疫苗活动顺利举办 据悉当日现场共完成709名民众接种工作 除了热心人士捐赠的500人份疫苗外 中国商会增捐209人份以418剂疫苗 副会长洪传小代表洪吉祥会长发言 他表示热心人士的慷慨善举值得赞扬 十分欣慰此次爱兴活动让一些未参加社团的个人 家庭与年长者得以受惠 本人是菲律宾中国商会部会长洪传小 本人代表菲律宾中国商会和全体社会的华人同胞 向刘广力真理事和刘正义先生表示感谢 本期活动由本会提供场所 承担注释会用医务人员工资等其他会用 双方联合举办本期爱兴疫苗接种活动 借此机会我向本会初时协助疫苗接种活动的同仁 菲龙王菲中电视台等季节前来采访过去表示忠心的感谢 特别感谢菲龙王会协助报名登记部分作为工作 另外洪传小副会长也提到 此次中国商会拨款300万非必于6月25日至7月5日期间 完成了连续11天在京海湾大酒家为近万名飞中民众的接种疫苗工作 受到中国驻飞使馆和各界人士的肯定 中国商会将继续名成创会宗旨 欢迎本国广大华侨华人福祉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